Hello大家好,我是孟师 在圣诞节的今天呢 我要来跟大家开箱了 那这一次呢 我买的几乎全部都是日系的产品 它相对于欧美系的产品来说 各家适合亚洲人来用 我这一次呢 也买一些重装了很久的日用品 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开始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买的这个扇摩师的保温杯 然后我买的这个颜色是比较 嗯,熟岭的 但我觉得其实拿到之后 感觉还蛮好看的 然后它的外盒是这样的 我手上的这个呢 是500毫升的款 我觉得是刚刚好的 平常在家里用或者带出去 也会比较适合 我这个被子呢 这个大扣是这样 掰下来 然后按这里 在这里给打开 然后我觉得搞得真的非常好 第二个东西呢 是我买的一个这个眼罩 这个好像说的是 灵性无童款的眼罩吧 然后里面是一个说明书 然后这边是一个眼罩 送了一个这个收纳的袋子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眼罩 本尊 然后这边它是有一个拉链的 你说拉链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它里面这个地方是加热的这一层 因为它连着这个 它连着这个线的这个接口 然后外面 把它拉上就是一个 蛤蜊层的这个眼罩 我现在又看了一下这个产品的介绍啊 它居然是林心如婚礼的伴手礼 好吧 它有一种参加了他们婚礼的感觉 它后面的这个袋子我觉得蛮好玩的 它是做了两层的松紧 这样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这个并不是那种特别有柔软度的 它是稍微硬一些的 其实膝盖关节也会疼的人会比较有效的这种止痛贴 然后我之前是有贴过那个 也是日本的一牌叫做 撒龙巴斯 那个我觉得是比较有效的 但那个是凉的 这一个呢 它就属于贴上会有温热感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适合冬天用 我自己也没有用过 所以就是打来 买来做第一次的这个尝试 就是你可以把它就是点状的来贴 可以贴在你觉得比较算通 比较不舒服的地方 你看看一下这台多厚 然后每一贴上面都有12贴 所以我感觉每次一次的话 你用这一贴贴完就是肩颈啊 还有腰上就已经完全足够了 哇我今天晚上就会来试一下这种 真的对我这种 年纪轻轻就开始要三倍痛的人 我觉得是一个解药哎 然后是一个小东西 但是我当时一看就特别感兴趣 就这个掏耳朵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受 就是非常喜欢妈妈给你们掏耳朵 我妈妈掏耳朵掏的好舒服 这一头呢会把那个耳朵里的污垢 都都给它粘出来 我本来以为它是棉球的那种质地 但是现在一摸它是硅胶 最头是不是就是把它那个耳爸爸给戳散之后 然后再用这个粘出来 我猜测啊我先试一下 然后冲档 现在这个粘 也是这种苏麻的感觉 好我现在拿出来 好因为很干净 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下 上面什么都像的啊只有一片 解说它是不是一个就是可以把你的耳爸爸打散的一个东西 打散之后就把你粘在耳朵上面一些干的爸爸打散之后 就可以把它用手扣了 下一个呢是我买的这个刷子的快洗喷雾 然后他们家的这个洗刷水应该是我在两年前的视频里就有推荐过那个白色瓶子 这个洗刷子的用法呢是你准备一下纸巾 然后把这个洗刷液喷在纸巾上面 这个香味跟我白色那一块好像没什么差别 然后呢再拿你用脏的刷子在上面蹭一下就好 虽然说它还是会稍微粘湿一些这个刷子 但是肯定是比你用这个水洗把它全部弄湿要好干很多 然后刚刚上面蛮多粉红色的眼影现在已经被清理得差不多了 突然想起来我还买了一盒吃的 我刚吃了一个 刚吃了一个是这个阿苏小包蛋糕 它上面有一个这个熊 它叫什么熊啊 它里面就是这种黄金小蛋糕 我感觉跟我们那个什么蒸蛋糕之类的应该没有太大的差别 蛮迷你一个的 好小一个 一口就吃了 算了 它两口吃吧 我感觉它会比较偏甜一些 男孩应该非常喜欢吃 好 最后大晚上吃蛋糕 纯粹是为了你看看蛋糕上什么样子 包装是还蛮可爱的啦 嗯 然后味道也还不错 但是偏甜一点这种 如果你比较喜欢吃甜食的话 这个应该会喜欢 哇 我这次买的美妆品真的很少 大部分买的都是这种有的没的 但是我对这种日用品真的超级感兴趣 先来说一个第一个 这个 你们会不会以为我要说哈库的美白精华 这个呢是哈库的美白乳液 哈库的美白精华我也是连用完了好几罐 那个超级适合干皮的美白精华 但是那个美白精华呢 为什么说是适合干皮 因为它确实挺闷的 稍微有一点皮肤用它 都会觉得受不了 然后我就在想说 它这个美白乳液会不会也比较闷 我已经用了一周了 看来看一下用量 大概是到了这里 它这个美白乳液呢 跟它的精华不太一样的是 美白乳液很清爽哟 而且是那种清爽加保湿的那种 我超级喜欢这个使用感 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 之前跟大家分享那个美白精华的时候 也有说到 这个美白精华之所以那么强 是因为它有他们家这个专利成分 叫做FORMSK这个成分 我觉得我应该是对这个成分 超级敏感的皮肤 因为我在用那个美白精华的期间 皮肤的这个亮白度 是有非常显著的变化的 然后下一个东西就算是我回购的一个东西了 是这个IPSA的这个 IPSA的这个黏土面膜 我之前自己在开店的时候呢 这个黏土面膜就用光过好多罐 然后也很推荐大家入手 这个我一拿到手 我就想去换包装了 然后它原来的包装是塑料的嘛 现在就是这种纸盒的 然后里面的这个膏体倒是没什么变化 它是属于那种超级保湿的泥巴 你可以看到就很多泥巴 它是很干很干那种 但是这个就属于保湿度还蛮强的泥巴 它是我之前在开店的时候 唯一一个推荐干皮可以用的这个清洁面膜 而且它也非常的温和 这个清洁面膜怎么又能发挥它最大的功效呢 就是你敷了这个清洁面膜之后 最好是在脸上盖一层保鲜膜 然后把这个眼睛啊鼻子嘴巴这几个洞抠出来 然后用热毛巾就这样敷五分钟 毛巾一定不要太烫 就是温热的就好了 敷五分钟拿下来 这个时候保鲜膜还是可以继续贴在脸上 然后过了十分钟以后 你可以把保鲜膜拿下来 然后等这个面膜全干之后 记得关键词一定是全干 然后再把这个清洁面膜洗掉 这个时候呢再用粉刺针轻轻的按压 你需要清洁的这个鼻液啊还有下巴这一类的地方 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脏东西冒出来 小小的心得给你们参考 然后下一个东西呢 是我种草了很久但是没有买的这个 据说是奥尔滨晚安粉的这个评价代替品 是这个Club的这个晚安粉 然后我买的是粉色的这一款 晚安粉这个东西其实大家不用想的多么神奇 但是我觉得有一类人是很需要的 就是你感觉你把它涂了互动品之后 脸上粘到你真的不想碰这个枕头 这类人你非常适合晚安粉 粉铺上去之后呢你的脸会呈现一种非常清爽顺滑的状态 如果是你想要看到自己不管是西装前还是西装后 都状态很好的话 那我觉得晚安粉真的很适合你 然后它里面送的 哇这个粉铺我很喜欢耶 虽然这个蝴蝶结蛮丑的 但这个粉铺好软啊 特别特别细 天呐 这个粉铺真的好细啊 嗯 有一种 有一种泡泡糖的香味 我来问一下这个粉色的 它里面这个粉是这样的 是一个大白饼的 嗯 哇 这有一种就清晶的那种沐浴露 铺沫糖 然后有点像泡泡糖的那种味道 大粉铺直接沾然后铺在脸上 我先铺在手上 瞬间很清爽有没有 看一下我这个手 然后它也会有一点点这个增白的这个效果 而且晚安粉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护肤品来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要不要卸妆 真的不用考这些问题了 就尽管美美的做你的小仙女好了 最后两个东西呢 就是我买的这个面膜 一个是这个Lululun 是 哎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念的 但是这一款应该已经火了蛮久了 所以我这一次就买来试试看 啊 它这个面膜是这样的 就打开之后它是好几片 看啊 这袋一共是 这一袋子一共是7片 然后呢 我另外还买了一个美白的面膜 就是这个 你不要指望说美白面膜 那个敷的时候就变白了 那太吓人了 美白面膜呢 就是短时间提亮的肤色 让皮肤大照一种比较白透的样子 这个呢 就比较适合你想要素颜出去跟别人玩 或者什么时候 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它这个是一袋是10片 这一次开箱的全部的内容呢 都是来自于豌豆公主这个APP 豌豆公主呢 它是这种专注日桃的网站 我觉得很羡慕他们的一点就是 他们在日本有的非常强大的这个商业的资源 就是所有的网站在售卖的东西都是由品牌直接购货 或者是有日本最大的这个渠道商购货的 很羡慕真的 有点大家比较在意的就是它是否可以直游 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一次买的这笔订单也是分了两个仓库发货的 一个是广州保税仓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日本直游的仓 你选这个产品到购物车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它到底是属于哪一个仓 然后我这一次买的这个东西 广州保税仓是很快就到货的 然后我这一单直游个速度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14号下的单 然后10号的时候收到了这个广州EMS的这个缴税的通知 据他们所说 被税的几率是非常小的 那我就很不幸被税了 但是不要担心 如果你被税了的话 这个税费是由豌豆公主承担的 所以他们是保税的 现在呢他们也是有这个送券的活动的 新人呢送150块钱的券全场 通用券是149-20的 还有199-20的 299-40的 还有399-50的 另外还有这个品牌券是149-20的 这一次呢我也有了自己的密令 就是孟师 你结算的时候呢 输入孟师这个密令 然后就可以得到199-30的优惠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划算的 最后一点 我觉得还有很适合吃货的是 万多公主上面有非常多 独家售卖的这个临时品牌 很多你在淘宝上是找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对临时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搜搜看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这一次的 全部的购物体验还有开箱的分享 希望能够对你们有那么一些些的参考 然后具体产品使用下来究竟怎么样呢 记得关注我的微博吧 下次再见 拜拜